嘿 是的 我是喜德拉 今天又來推坑五星車海印啦 五星車海印有多誇張啊 我竟然可以越戰超過六萬戰力的十階之珠 這個基本上是穩穩過啊 那這個我到底花多少錢呢 我大概是小客花了四千多 就可以抽到五星車海印跟五星專武 還是強調這遊戲的專武是可以用製作的 所以相對的弄到五星是很便宜的 好 那帶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這個車海印十階之珠的配置哦 好 首先我們看到我的車海印 是我們的成長紫色三之一 那我們都是50等的車海印 然後呢 刀也還沒有升滿 是80等的五星刀 主要是說80等這個一般技能傷害量上乘20% 還有這個12秒內可以疊這個8%的這個暴擊 可以疊到六成 所以是48%暴傷是相對的強力的 那我們的神器組件呢 一樣是我們的硬皮頭盔 那有看到這影片的話 我覺得盡量不要有這個主鼠迷失啊 主鼠還是以這個選擇攻擊力為主 那這個身體一定是最佳環藥率固定的 還有這個鞋子的話 鞋子的手部的話是也是最佳攻擊也是固定的 那是這個鞋子跟頭盡量選擇攻擊哦 那有時候習得你自己沒有選攻擊的 因為我還沒有刷到 就可以挑戰這個十階之珠 然後呢 我這邊的項鍊 我是選擇的這個紅心項鍊 紅眼項鍊套 主要是說特朗利本來就很會暴擊的話 其實常駐20%是非常容易達成的 那一樣哦 我這目前還沒有刷到我想要的磁條 之後呢 說要想要磁條的話 我覺得傷害會更上一層樓 那技能的方面目前是5G先點到等級6 然後光之劍點到等級5 剩下的就是用光之一級有道指一哦 這個主要是說這邊兩個都可以先點滿 我覺得大招傷害其實是過高 那5G絕對是優先的 因為他絕對面我們這個車癌一定是突突突突到爽哦 然後我用這個那樣的配置加上我們的這個光拐 這個丙九哥跟我們的破盾那個白虎會長 就可以打等於這個時間之中 那其實應該是不用白虎會長了 因為光靠車海映的這個單純傷害擰壓就夠了哦 那我要強調這個我目前小客花了4000塊左右 然後可以弄到五星的車海映加上骨氣 你看我支援其實還有很多甚至我的抽券 還有80張到90張你看根本就沒有抽掉 所以其實這遊戲算是薄心 那我們挑戰直接珍珠刷神器刷滿滿 片示範我們出發 但是這次的遊戲也很適合 但是這次遊戲也有機會 還有雙方是一隻手 所以這次遊戲也有機會 但是這次遊戲也有機會 就會被忍到的 但是這次遊戲也有機會 所以更有機會 但是這次遊戲也有機會 去死去 去死去 死去 我以為你 Sahab 去死去 好多重 好多重 追回到 高低的 好多重 好多重 我會這樣 好多重 去回到 好像 對 好重 對手 把握成功 讓手上去 那些人 把握成功 讓手上去 好 讓手上去 對手 讓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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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能讓他點下去 是一場進行的 最適合的 讓他去那一場進行